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日总结》 我是VK文文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港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收市普遍向下 上证作业指数升1点报3186点 深证成分指数跌10点报11702点 沪深320点报4023点 创业板指数跌不够1点报2533点 恒指方面今天收报19452点跌145点 国企指数跌69点报6672点 科技指数跌60点报4143点 大施成交由1182亿 今个环节有Stanley做嘉宾 Stanley 你好 大家好 今天市场都说门 最终收市都要跌8多点 今天看到也有很多股份 创了52周的低位 甚至是上市低位 当中包括大家熟悉的一些 比如港交所、小鹏、建行、工行、新州、碧桂、 卫言、信、耳光能、斯、摩尔等等 在这些市况之下 但大湖也说港股的吸引力逐渐增加 预料到18500是一个见底的位置 因为它说现在预测的市益率已经跌到不足8倍 所以现在收集的话 以五年期计的回报率也是挺高的 是否现在真的可以出手呢 但是市市这么悶的时候 如果你说以刚刚的行业提及到 18500 现在还差成千点 应该还可以先等一等 有个情况就是说 大行经常说到现在大市的港股 可能你说便宜了 跌了很多 股价就很低 我想这些大家都知道 甚至乎如果你说便宜了 都已经便宜了一段时间 所以这些我想已经不是港股一个 叫做卖点 不过你说整个市场的气氛 反而我觉得今天又不是满 反而觉得是差 因为我想当然 你说市场现在都目前路上 跌穿了一些比较大位 即19500这些位置 其实这些位置本身也是过去一段时间 一个比较上级大的支持 现在是跌穿了 而且你看到今天时间 很多蓝丑 其实真的有些成分股 真的有些穿了底 我想最主要是有些内房不快 相对比较上去差一点 但是整个市场的气氛 又真的不见得有很大的改善 当然成交量今天都是收市来说 都是比较多的 但是多一个原因 最主要的只不过就是 因为是因为那些贵件 今天只有生效 所以成交量又积了上去 但是你看到整个成交交头 其实真的都不弱 反映回现实情况就是 即使市场真的跌了比较多 甚至好像大肯说便宜 但是大家的入市亦亦真的不高 所以没想到现象就是 究竟什么时候 真的可以说究竟什么时候 才可以有些卖点 甚至大家有些充劲 但是很可惜 现在大家似乎都担有比较多 当然了 今晚美国会出飞龙的数据 其实我自己预计 就数据出来 即是怎样都好 除非你说真的出来 是很好的 即是很飽灯 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美国今晚是有条件反弹 因为最主要是因为之前的时间 大家对于加息的阴霾 或者是过了这一星期 即是像鲍威尔那些比较丁派的言论之后 开始 市场都怒了很多 所以你说对于加息的预期 其实我想某程度上都开始已经反映着 所以你说出来的数据 好的 只不过是确认 即是会加息 反而对市场 可能消除了一些不觉定性 可能相对会比较好些 所以我对美国今晚的表现 反而递一转 我觉得是有得打 只不过港股这边 就似乎在翻築直过去这一阵的时候 真的很多不利的消息充斥着 尤其是好像刚刚过去这一星期的时间 大家又担心一些科技股 又怕被人减持 内放又没有好消息 所以变成了个市场 这些位置有点尴尬 今个星期的港股都比较多 3%也有多 看看短期的时间 有没有机会 可能上回19,500楼上的位置 就像之前的Rain Show 19,500 即是20,000这个水平 不过现在破了19,500 下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支持位 大概是之前19,100 19,100 19,200这个水平先 都是个Rain Show 你当现在的市场 我当它那个波幅 确定了 下面是19,100 19,200 支持位 上面暂时大概是20,000 还有一个短期目标 反应目标先 好啊 接着都和Stanley 讲一下这些焦点股份表现 看到韦小利 今天三个表现都比较差 因为出了8月的交付数据 其实看回未来 按月的表现较好一些 可以升到6.21% 连续三个月破万 上月的交付了10,677架 但是特别小鹏 其实看到它穿了交付量 穿了过万架的水平 只能录得9,578架 也是4月以来最少 本身它是想着预期有2.9万架 至到3.1万架 其实看回数据都差很远 今天三个这样跌下来的时候 是否仍未见底 因为小鹏其实今天都创了一个上市新低 或者这样去理解 因为小鹏和这个理想 它们有些新车 叫做今年就会推出市场 可能它们特别是理想 你看到它们的数据那么差 应该跟一些生产线 可能有一些要调整一些关系 所以如果这样计算 看看它去下个月的时间 即今个月的时间 看看这些数据 会否有一个比较显著一点的反弹 但是即使你说 可能用回微小三家公司也好 今次的出货量的表现 其实是每程度上 你可以说都再次令大家失望 甚至乎你都可以说 即使用上一个月 即使用上一个月的时间 即7月份的时间 这些数据相比的话 是连续两个月 它们的出货量数据 是给另外两个叫做车生势力 即是拿渣和零跑是领先的 即使用上三家公司 就是为小你 三家公司连续两个月 那些出货量数据 是不及得上另外两家 即是零跑加拿渣 这个现象其实都相对比较差 而且都发映了 这个板块的竞争 其实是很激烈的 随之以外 我都会说 如果以之前的时间 没有出来的业绩去看的话 其实你见到的现象就是 因为它们的营销开支 那些燃炮开支 其实仍然占比较很大 也都反映了 似乎它们的营运效率 有没有机会有些 比较显著的改善 机会就似乎真的不是那么高 而且这个情况 我都说比亚迪身上 都看到这种状况 所以再加上 现在比亚迪有股神减持 一些消息 反映了情况 就是整个板块 又是好像没有很特别的 很消息 所以现在 我相信 如果看回数据 以至于大家对于 行业务竞争的忧虑 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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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这个月 他们的出货量数据 真的会有些 可能会有些 有些惊喜 可能令大家信心 有机会增加 否则的话 我都担心 他们的股价 真的没有那么快 真是个见底 所以大家 如果真的没有货 这些位置 都可以再等下 好 今天要数 比较强的板块 电力股 也是其中之一 特别是火电 华雲电力 甚至是902 都升超过2% 因为内蒙古 在昨日起 取消了优惠电价的政策 市场有憧憬 会不会说 接下来的电价 是有望上调呢 都问 Stanley 你觉得 会不会有这个希望 以及其他地方 会不会跟 我觉得 上调暂时 但至少有一个情况 就是说 至少你将这个 一位的电力 减少了 对于电厂来说 的负担 某程度上 又可以说 是松满一点 我想是用这个角度 来看的话 对于电厂 都是一个 比较正面一点的情况 而且在内地方面 其实你都可以说 对于电力的需求 仍然是大 所以就变了 我想是气氛 令到这一批板块的分角 是挺不错的反弹 其实没有 我会觉得 这是以电力股来计 大家 如果是假设 内力方面 都用来保持 电力需求大 的时间 按道理 借这个消息 那些炒作 又不出奇 不过 有现象就是 反而是一些 叫传统的电力股 真的可能 那个比较相对 比较好一点 那些叫做 新能源的板块 的股份 就比那边发展 所以都是真的 好像没有太一致性的方向 而且电力也是一个焦点 我相信 现在 内地方面 大家可能会关注 之前的线 大家会担心一些限电 这种情况 现在就看看 会否再有机会 再发生到这种情况 所以这些板块 我想短期的时间 如果一个市场 有没有太大方向之下 这些板块 可能有些资金 去部署 所以大家 如果有兴趣 都可以少去跟进一下 好啊 最后看内房 今天的跌幅都比较大 特别是碧桂圆 跌超过6% 即碧桂圆服务 更加要跌1乘1 其实之前 旭辉和碧桂圆都先后做了配股 摩根大通最新都出了报告 他也预料短期之内 会有更多的内房去配股 物管股都有这个可能 他特别提出了几只股份 包括碧桂圆服务 新成月 合景游活 保农商业等等 其实都是很大机会配股 而恒大物业 生活等等 就会比武器减持 这份报告有多可信呢 是不是真的要有这个动作出现 我觉得再配股有没有机会呢 或者这么说 我反而觉得配股的机会 未必这么大 因为 除非你只是用很大的折扬 还有可能一些 比较上一二线的内房 因为我想去到三四线内房 大家应该都不敢去 即可能你用很大的折扬也好 未必愿意去接 因为说真的 内房这个板块 我都相信现在 大家都有点点 都很担心一下 当然 这个星期夜时间 也有些配股动作 但你都没忘记 他配股的集资今晚是很少的 而且配股后 其实搞得几多没有 反映回那个 大家对于这一刻的时间 就算你有融资的渠道也好 大家都真的不要败 反而还是很关注 财务财政状况的变化 你说物馆有没有机会 真的会有些 配股 甚至减持消息 我想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只不过 如果你解释这些公司 在这些动作做的时间 对于市场来说 可能又是比较负面 所以你说这一批的板块 暂时还是在观察一下 但博反弹也不建议 但博反弹也不建议 好啊 也谢谢Stanley 和我们这么详细的分析 和你申报法有没有持有 以上的股份 没有持有的 今集节目时间 就差不多和Stanley 就谈到这里